這個不是飲通來的 你還蠻絕別人的匙巾 真的很以前 好香口味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歡迎收看 鏡青女友 今天我們就來到戴維了 戴維啊 我跟你之前沒有拍過戴維 不是啊 很少進來這一邊 那就是我網上看到有一間cafe 我一看到那個名字就已經很想帶你來吃 然後我再看它裡面是吃什麼 就一定要帶你來吃 吃什麼的呢 是蛋啊 哦 蛋我也很喜歡 那家cafe的名字就叫做E for EGG 真的嗎 你覺得很適合你呢 EGG 很適合啊 我看到了 它叫做E for Egg 這間cafe它是開11點的 我本身是想約你11點在這裡等它開門 我立即進去 但我知道這樣會打擾了你休息時間 所以我就約你遲一點了 嘩 又是這個多人得仔的東西在餐廳門口 叫定先的策略了 它是這個煙三文圓芝士滑蛋Toast 還有這個香蒜雜粉黑松露芝士Toast 嘩 這個是你最喜歡的 嘩 但是這裡的氣泡水都算貴 40元 嗯 這間店不是說很大 說真的就不是坐到很多人 所以外面都真的很飽 好了 說我這個黑蒜豚肉溫全蛋定食就到了 那這個盤它是類似的 我想我小時候吃的那些二桃餐 你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 你一定吃的 它就是這樣放在這裡 那有些豚肉 還有洋蔥 我想走洋蔥 忘記了說 那有沙落 這些就是炒蛋碎 然後這裡有些飯 上面那些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飯素 哦 木魚乾碎 正 那還有這些我一定不想吃的東西 泡菜而已 我不吃泡菜 沒有泡菜 沒有泡菜 泡菜 沒有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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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蛋是真的好吃的 超級重的蛋 沛貝木魚乾水 拌飯 一樓 怎麼了 我覺得太多軟骨了 太多了 軟骨真的實在太多了 會咬崩了 那不是說很熱 其實可以更熱 這間餐廳的送餐速度是超快的 我們一點完之後 沒有五分鐘就到了 但是都 都不是很熱 不知道為什麼 先試炒蛋碎 冷的 到背後 真的很好吃 有沙律醋 日本有色沙律醋 哇 那杯朱古力 還沒介紹 但是它的粉自己黏了 好了 這個賣相很漂亮 有薯條 然後又是沙律 這個雙紅的三文魚 實質 又不可以說它是小的 都可以的 看上去是花椒嫩的尺寸 但是因為花椒嫩是空心的 所以它是實心的 所以都還OK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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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三文魚 一般的食物 不用說 而且在超級市場買的餐廳 但是我想說就是它的吐司 很好吃 加上的香味 它有用牛油肯定 它的香味十分夠 外面脆 裡面軟 裡面有蛋 再加上芝士 還有沙律醬 在裡面 超好吃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麵糕 你試一下切得很容易切 切個手感也很好 嘩 真的很容易切 有蛋 掉了出來 等你吃下去 看來這些味道也是不適合 很美味 這炒蛋 這炒蛋真的很好吃 這杯太遲介紹了 它一開始的那些粉 都自己煎成了一塊東西 你笑了很多 是啊 我懷疑它會自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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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了半個小時 那這一杯是特龍豬菇力 看顏色也挺濃 不是看顏色 是看這裡 通常是特龍才會 其實實際是到這裡 粉不是說真的很多 這個不是飲通來的 哈哈哈 你還蠻絕別人的匙巾 哎呀 好髒啊 滿足啊 不是很甜 但真的有濃巧克力味 但還沒去到黑 因為去到黑 那是特龍 我受不了 合不合你口味 都合我口味 所以就好介紹 但總體的食評 我待會再說 有無線咪都害怕 說什麼無線咪呢 無線咪的好處真的很多 就算在餐廳裡 那些員工在我旁邊 我都可以很細聲地跟大家說 這裡的飲品是偏貴的 這個特龍的巧克力 起碼是41元一杯 那麼多份量 大家都應該看到 細細聲跟大家說 我們本身還想點幾杯 但也真的太貴了 因為這裡連氣泡水 即是梳打水都40元 不知道是一瓶還是一杯 不敢喊不喊 因為喊一杯飲品 跟大家試一下就算了 你說了些什麼呢 不說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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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試一下這個 豬軟骨 我也想這樣說 根本就是豬軟骨 有沒有骨頭骨 真的嗎 看來你喜歡咬一些硬的東西 不是 當然 難以置信 同時很大頭骨 你為什麼這麼厲害 你當然跟我一起得久 因為我平時也是這樣 我摺給你很厲害 你冷靜一點 我正在拿這個 右手拿相機 你不要亂來 又不覺得軟骨很厲害 那肯定是給我吃完 軟骨 是不是啊 一直吃 好 我這裡也聽到 我自己真的認為 軟骨會多到 會令到什麼豬肉味 豬肉真的沒什麼 剛才我的筋 就是配搭所有材料吃 做出是飯素 最後就是泡菜 明明它的名字叫 黑蒜團肉飯定食 又不是黑蒜團骨飯定食 現在可以有這麼多軟骨 為什麼 為何不吃薯條 我應該不是 薯仔薯條 薯條是用薯仔做的 蕃薯,不是薯仔 蕃薯條和薯仔條有什麼分別? 你說是蕃薯和薯仔有什麼分別? 你吃的話我知道 你不要說沒有分別 甜 你竟然知道蕃薯的英文是什麼? 我猜到你會問一個問題 首先Potato就是薯仔 蕃薯的英文呢? 就是... 你給了很大的蕃薯給自己 Return Potato 因為是回來的薯仔 是甜蕃薯 哎呀,是呀,我記得了 是呀 我真的被你氣死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是什麼表情 什麼樣子,大家應該知道 因為大家都應該是這樣的表情 這個就是雞蛋糕和布甸盒子兔絲 都是兔絲,不過是甜品 那我就加15元 要多一個 怎樣切的? 我幫你切 好鬆啊 嘿嘿,跟剛才一樣 哇 你們切的時候就嘩一聲 是呀,因為中間的... 是流出來的 哦 那是蛋還是布甸? 蛋、布甸 嗯 OK 哈哈 這麼棒 這個麵包真的很香啊 是啊,我覺得這裡的麵包很瘋 嗯,很嫩 這麵包有關於麵包的東西 應該很好吃 嗯 先試一口雲呢拿 你最喜歡的雲呢拿 正常一口雪都 很高分這個 但也是剛才那個高分 好朋友,你喜歡鹹食的那個 我不是很喜歡甜品的 我都朋友,但如果是黑松露 那可能會比較高分 是的 為了拍攝不重複,所以才選擇燕山文怨 其實我們很想吃黑松露 我們免得吃黑松露 變黑松露 嘩,那大家因為呢 我們吃完一出來 就已經超多人了 幸好我們早來 是啊,如果不是真的很多人了 如果我們遲一點來 遲一點而已 應該都已經爆了 大家可以看到一條長龍是多到 多到現在背後那兩個前女 在撈膠了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很鹹的前女 覺得有點似曾相識嗎? 我就是那個遲了你身的人 什麼啊? 我剛才說了 你足夠時間你休息 是啊 就好像剛才那個男人那樣 那個女人說 他不是叫你睡多了嗎? 是的 他不是已經睡多了嗎? 在這裡我也想代替各位的男朋友 跟大家說一聲 男生是真的睡極都不會夠的 所以我也蠻替各位男士可憐的 辛苦你啊,兄弟 但是這次老闆的那個不是我 所以可以笑著說 那你覺得這間餐廳有多少分呢? 這間餐廳呢 我應該就會給3.9分 扣了很多 I am so sorry 但是認真的 它的套司呢 其實我還給得5分 這裡的套司是真的無特的 我暫時吃過最好吃的套司是這裡 然後所有關於蛋的東西都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們所有定食 我不知道所有 但是我叫了一個感覺上最不服的黑蒜豬 誰知道完全打中吃 誰知道就服了 它不是叫黑蒜豬嗎? 它不是黑蒜豬 它不是黑蒜豬骨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骨 這一下就服了 我建議大家如果真的來這裡吃東西 只吃它的toast就可以了 只吃toast 定食類呢 就真的可以不理了 所以這裡3.9分 但是它最好吃的東西是 近半碗分 這個來講 這樣 這樣 那 然後呢 然後什麼 然後女友分呢 女友分 這次我給5分 有這麼多 是啊 為什麼 那首先呢 你又真的知道我喜歡吃蛋 所以就帶了去這間 E for EGG 那我自己就覺得 很有鑑身訂造的感覺 第二件事呢 就是你又幫我切爐 所以在這裡 我找不到什麼挑剔位 整件事 好耶 除了我剛才 撕錯的那條飲品 你也有份笑我 你應該裝不知道 你看到我撕完之後 你會說好不好喝 這樣就好了 那我覺得我會污辱了你 所以我不會這樣做 好啦 不要緊 你這次也是不婚的 謝謝 好啦 那今集的Gang青女友 就到這裡了 那下一次的Gang青男友 又要帶她去哪裡呢 會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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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她下水了 小心啊 突然間說她去哪裡 就記得留意下一次的Gang青男友 記得訂閱EGG 帶小孩分享我們的影片 出去逢星期一 星期四出片 記得追蹤我和她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我Facebook最近被人hack了 不過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在看見 下面的影片 卡到有哪個影片 你看看 可以選擇 他幾個影片 開箱 在你身邊 索外套 開箱 有兩位